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宇 最近因为中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比较紧张 两国外交官互相怼来怼去 最后土耳其做出了一个 令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拍手叫好的一个事情 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的市镇 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政大门的门口 挖了一个大坑 土耳其当局声称 这是在检测水资源是否被人盗用 安卡拉市镇部门的一位管理人员 名叫鄂兹托克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称 中国大使馆这个月可以不交水费 以此来嘲讽中国的战狼外交以及疫苗外交 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最初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修建了很多的教育营 这些神秘的教育营 它不需要审判就可以把很多人送进去 所以在国际社会上 很多国家都将它视为种族灭绝的行为 乌尔齐人和新疆的维吾尔族 同为突厥与系的民族 所以他们同宗同源 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他们同民族的人 对中国这样的行为就更加同仇敌愕 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的市长亚瓦许 还有一个在野党的党魁 阿克列纳尔 他们在推特上边共同发文纪念 新疆的维吾尔族在31年前 发生过的一场流血冲突 这场冲突 大部分的维吾尔族称它为巴人乡起义 但是中国政府称它为巴人乡暴动 乌鸦三宇在这个事件上是保持中立的态度 所以我还是将它称为巴人乡事件 在野党党魁阿克塞纳在推特上说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被囚禁的兄弟 对他们遭受的迫害 我们不会保持沉默 这个事情一发生 中国的战狼外交部 以及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战狼们 他们都坐不住了 于是他们纷纷发文回应 当然了还是老调重谈 就是那几句领土不可分割 然后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对不对 这时候土耳其外交部也召会了中国的大使 对中国新疆正在进行的所谓的教育营制度 表示了不满 关于新疆的教育营 事实上它已经被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认定为 这是种族灭绝行为 肯定有很多朋友对于种族灭绝这四个字 心里边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在这一点上面 乌鸦三宇想跟大家讲 种族灭绝 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你从肉体层面上消灭 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你推进独气室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都被外力去剥夺掉 并不是说这个民族自愿去放弃掉的 那么这样的行为 它就可以被称作是种族灭绝 对于想不明白的朋友们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解决一个问题 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位思考 下面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来把汉族和维吾尔族调换一个位置 这是看这样会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想如果有朝一日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汉族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什么共产党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已经被其他的党派所替代 比如说像蒙古族或者是维吾尔族 我瞎编个名字 打个比方说维吾尔族的星星月亮党 他们同样是在搞极权体制 他们同样是在对老百姓进行高压的统治 反正现在中共怎么做 他们也一模一样 他们把汉族进行区分 对那些信佛教信道教的这些汉族们严格审查 他们就想知道这些汉族们聚在一起 到底是想干什么 他们到底是不是想密谋复国 松山少林寺上这些五刀弄枪的僧人们 他们名义上都是为寺院护法的一些护卫队 对不对 可是一国之内怎么能容你有第二个武装呢 对吧 你拿着那些刀具 那些棍棒 都是可以杀人 都是可以杀人的东西 更何况他们还是以组织的形式 以职务进行区分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游走巡回 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那你说这样一来 对同样是以极权统治著称的新兴月亮党来说 他们会做如何反应 那必然是全部抓起来 以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罪论处嘛 因为他们都在搞私人武装了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暂时回到今天的中国 如果说中国境内的哪一家清真寺 里边出现了这些五刀弄枪的行为 而且还是有组织的 那你说中共他们会做如何反应 必定的是要全部抓起来 而且还一定要给你安个罪名 把你关在监狱 他们才能踏使 对不对 那既然少林寺是一个非法武装 那么整个佛教是不是就是一个非法的宗教 就是一个极容易产生极端思想的一种宗教 所以要对他进行高压管控 于是把所有信佛的人全部抓起来 让他们住进教育营里边 对外宣称 他们是在里边学习技术 为了以后再就业 而实际在里边 就是让他们学习唯物尔语 以后绝对不准你们再讲汉语 每天必须背诵古兰经 一天二十页 如果说背不下来的话 饭都不给你吃 这些信佛教 信道教的这些人 如果他们是新婚夫妇 刚刚生下来的孩子 那么立刻就把他们送走 把他们送到新疆 去跟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孩子们一起上学 让他从小就不知道汉语怎么说 让他们从小就不知道 中秋是什么意思 春节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一代人也就是二十年 如果像这样的政策 他实施上四十年 那就是两代人 那么两代人过后 整个民族 他的语言 他的文化 他的传统 一切的东西全部被维吾尔化掉了 从今以后 他就不存在汉族了 哪怕说你长的样子 跟突厥人还是有一些区别 但是现在语言 文化 宗教 传统 什么都一样了 在经过几代的人种混合之后 那么汉民族彻底就消失掉了 对不对 大家看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种族灭绝 不一定是要把你推进毒气室的原因 好 这是换位思考 对于换位思考当中的很多的内容 不是我杜撰的 都是中国官方都有提到的东西 只不过我是把它从维吾尔族人的身上 放在了汉族人的身上而已 这个过程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 每天都在面对的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荷兰这些国家 都认定新疆的这个教育营 它就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场所 中国正在进行种族灭绝的政策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国内最新的消息 在不久以前阿里巴巴因为它的垄断行为 被多个部门联合调查 但是这个消息发布以后 好像就没下文了 今天下文终于有了 并且动作非常大 4月10号 中国的市场监管总局 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 并且处以2019年 中国境内销售额4000多亿元的4%的罚款 合计182.28亿元 在这里我就有一个疑问 中国的电商平台并非阿里巴巴一家 对不对 国家并没有说给阿里巴巴 恶许经营 独家经营这个电商平台 可以与阿里巴巴相抗衡的 比如说像京东 拼多多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数不胜数的 体量不大 但是数量众多的 其他的购物网站 既然说中国有那么多的竞争斗手存在 那么阿里巴巴又如何去垄断呢 好 就算是阿里巴巴垄断了 对吧 就算这180亿 新甘情愿也交了 人民日报却发文称 这样的反垄断调查和惩罚 这是一种爱护 我咋 这些他妈的流氓 我咋你 大家要是对无耻两个字 理解的不太深刻 那么就看一看 人民日报写的这些文章 既然要查垄断 那么同为中国企业的 电力 烟草 石油等等这些企业 为什么不去查一查呢 那最后的结论 无非就是刀把子 枪杆子 钱袋子 这三个东西缺一不可 钱袋子来垄断 又怎么地 你们老百姓能拿我怎么样 最后乌鸦三语就觉得 如果说国家财政紧缺 你直接摊派任务不就完了吗 还去绕山绕水 去演那么一出 他说去查什么垄断 直接把话挑逼 就像企业收份子钱 每个企业按照去年营业额4%来交 做个真小人 也要比这样的伪君子要可爱得多 我们来关注一下 因为中国的北斗导航的掉线 而引起了大货车司机的悲剧 进而迅速的引发了 整个中国大货车司机们的共鸣 这个事情在网上公开的细节 已经非常的多 乌鸦三语也就不再重复 归根结底来说 执法者如果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他有利益的话 那么执法的原则就是为了利益 而他不是为了正义 很快这个执法就会变成捕猎 这样的错误 就是整个体制的设计者的愚蠢造成的 说到底也就是中共的愚蠢和低效 所造成的 另一个层面就是权力被滥用 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 许多的卡车司机反映说 他们安装北斗的时候 通常都是花2500块钱 花3000块钱 并且开通以后 每年还要再续交 从几百块到一两千块钱 不等的使用费 我们用过卫星定位的人都知道 卫星在天上是实时的 向地面不停的发送无线电信号 我们只需要购买一个终端设备 去接收这些信号 就可以完成定位 这样的终端 说到底 它的技术和一个收音机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个过程和广播电台 播音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买一个收音机 就可以听到收音 收听广播电台 似乎没有听说过 谁向你要收费这种说法 对不对 因为广播电台 它没有办法知道 谁收听了它 谁没有收听它 那么司机们几千块钱的安装费 然后每年又是一两千块钱的使用费 他们都花哪去了呢 在中国这样的集权体制之下 所有的权力都可以被滥用 首先这台布置前的设备 采购价格绝对不可能超过200块钱的一台设备 被这些运管部门炒到了几千块钱 让老百姓 让这些司机们来掏钱 作为一个监控硬件 他要实时记录大货车司机的车速 以及是否疲劳驾驶的情况 记录完成以后 他需要回报 回报到网站的数据库里边 然后运管部门在读取这个数据库 就知道这个司机是否是疲劳驾驶 是否超速 现在在什么地方 当大货车上的这个硬件 向监管部门的数据库发送数据的时候 这需要无线通讯 这需要一个手机卡 每一次回报位置的通讯 它只需要几个字节而已 我们知道一兆流量是有1024K字节 也就是说1024万字节 咱们假设每秒通信一次 每次通信使用16个字节 一分钟就是用960个字节 每小时就是使用57600个字节 24个小时就使用138万2400个字节 算下来也就是一兆多一点点的数据量 那么一个月也就是30兆多一点 我们想一下现在的手机套餐 一个月30兆 这才需要花多少钱呢 不管是电信移动联通 任何一家你选一个最便宜的套餐 15块钱的 如果只使用它的数据流量的话 那绝对都是几季的 所以说运管部门从每个大货车司机头上 安装费就拔你几千块钱的毛 然后每个月的使用费 还得拔你几百块钱的毛 然而他们收着你的费 目的是为了来监控你 这世界上除了中共 大家说能找得出第二家吗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